在Outlook 裡面要應付經常重複的動作,快速步驟是你最佳的選擇。 它可以幫助你將重複性的動作變得自動化,減少大量不必要的工序。 Microsoft Outlook 2010 本身已經預設了不少快速步驟, 例如移植、小組電子郵件等等。 當然,你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建立特定的快速步驟。 方法非常簡單,首先選擇快速步驟群組,然後按一下快速步驟附內的新增按鈕。 選擇清單中任何適合的動作類型,或者按一下自定。 建入快速步驟的名稱,然後在動作下選擇你希望這個快速步驟所執行的動作。 如果你需要加入任何其他動作,只需要按一下新增動作就可以了。 完成後,你工新建的快速步驟就會馬上出現。 以後,你只需要選擇郵件再按一下新建的快速步驟。 郵件就會馬上根據快速步驟的內容進行有關動作。 希望透過這個介紹,大家可以在郵件管理上節省不少時間。 不用了嗎? 感谢观看